我歡迎回到Part2的動漫萬歲 我今天繼續講這個統點回憶 我們被握錢的玩具系列 剛才講了兩套 也都懷冕了一位很經典的動漫角色火道海 基本上我只是做一套很瘋狂 我沒得輸 第三套反而是我比較看得多的一套 因為前兩套我又不中 四套我玩具都沒有買 但我想這套是在記憶中比較深刻的一套 就是這個在香港03年播放的激鬥戰車 即是這個Gen Project唱OP Cress on EP 一千倍動能 這個蕭靖藍 有萬刀甲再計這個 誠醒之外這次做蕭靖藍 蕭靖藍的手算是可以改的 但問題是蕭靖藍唱完這首歌沒多久就好像舔了一套 被人說了很久 那叫我另一個原因不關於這個事 不關於這套事的 這套事令他的名字響一點 因為同期就是他拍過唱完這首歌之後 然後就那個東海堂那個什麼的 雪雪雪 然後我從本來多喜歡他 然後就馬上放了一套 雪雪雪 嘩真的 真是另一個童年回憶 我不知道能不能找到一個廣告出來 好自由 好自由 這首OP也是很棒的 回來了 這套東西就是 這大王的說法就是 其實他是想把以前的一些作品 組成一起做這套 很有野心 甚至是貪心一點的作品 即是《激鬥戰車》 其實是一個玩具是怎麼玩的呢 就是有一個類似盤的東西 你嚴格來說當作是陀螺盤 但現在你就是放了兩輛戰車下去 如果你看回那個動畫 就是兩輛戰車的牆上面 風馳電掣 然後去 那個牆山的足球場這麼大的 車主要駕駛駛的 然後車子就有些攻擊的武器來 主角的車子有把劍在前面 把劍就動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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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 然後你就跟別人的車夠困 困完之後有把劍撞撞撞撞 你炒到別人的車出場 好像反車也會贏 反車也會贏 反車也會贏 或者是物理破壞 或者是物理破壞 沒有電 或者是物理破壞 即是車散了也會叫你輸 但我覺得這個是野心 就是他想吃兩條水 第一就是想吃了四驅車的水 即是有一架很帥氣的車 被小朋友拿著手 當普空玩具車玩都可以 而且反正四驅車後面都是弄捉別人的車 不如就直接把這件事放大 其實這架車可以打 因為四驅車那架 為什麼卡通片好看呢 就是因為有班人經常打人的車 又主角有超必出 現在我就幫你這架車 弄一把劍在這裏 還有一枝華光耀劍峰 挫著鷹出來 華光耀劍峰是另一架的 總之可以幫他挫著超必出來 動畫有超必寫在車裡面 因為整件事都吃了一條水 再吃一條車水 吃了陀螺的水 就是四驅車的問題是因為 要在很大的地方 砌了一條軌道才能玩到 現在就說叫軌道車 但你去過激鬥戰車 就是我又想要四驅車給小朋友改車 有一架車在手 但我又不想要搞這麼大的場 那我就做到陀螺的盤 那那些年輕人買個盤回家 你扔個盤回樓下公園 你就可以跟現在的小朋友去鬥車 這樣說 還有那些車的其中一個攻擊方式 就是自尊然後炒毀別人 其實也是想扮回陀螺的事情 我可不可以先講結論的事情 他雖然很有野心 想吃別人的四驅車 加別人的陀螺兩條水 而到最後呢 他就扔了街 是什麼水都沒有吃到的 基本上是 玩具是很小的 嚴格來說 因為這套動畫叫做環可以望 還有我真的跟Jerm Horger的歌 帶得好的事 令到一個系列可以吊著鹽水 還有很多小朋友都會去買 但實際玩玩一下就發覺很糟糕 大哥 你真的不可能玩到後面玩的東西 第一集玩的東西在現實上都玩不懂 沒有一集的東西在現實上都看不到 你聽不到你一定是欺負了東西 除非你把車子改裝到模型車有機會 你不會有屈劍從天然的差距 有就是樓上私下的差距 不是 我們初期那些 現在可以在另一個平台上看到 看到類似的東西 就是機械人的真實對峙 這個Battle Bonds 但是那些是遙控的 我不是說如果這些車是真的出遙控 就有機會使用的 但是不是就有機會 還有說一下他怎麼會有機會 先說一下再說動馬 我妹哥可以 當年 你想著就是兩輛車 在長順風池電製 轉來轉來轉去 撞一下 那些事情 結果去到真實玩玩具是怎樣的 有一個盤 只有兩輛車就好像化了神經 在中癢 嘅心 像是兩輛車一樣 好像這麼一般 你好像幻想你在家裡的洗手盆 把兩輛水都放掉下去 後來慢慢劫一下 然後永困裝 越困難issant 然後連電ё已經停下來 就像死 Kamera 這樣就完蛋了 在換句來說 我覺得也是很快 換句是有可能發生撞飛 飛別人的車子出場的效果 但你絕對不可能用官方送給你的垃圾摩托 你要用回四驅車的黑禁魔就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理論上應該一下去就秒 一下去就決勝負 砰就炒完就完 不會有什麼互相對視 你小孩子就很想喊的 你很想喊加油啊 不知道什麼聶櫻 你不用喊下去就完 而且你四驅車也有這樣 但是四驅車別人有這些賽道可以玩 但你閉就閉就閉就你動畫真的兩架車在互撞 你在現實上的盤子又不是大 車也不是什麼特別的裝置 那不是小 下去也佔了盤子很大位 兩架就好像你手拿著兩架車碰撞 手拿著兩架車碰撞也比看兩架撞撞 也發生了另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我記得他曾經在香港有搞過比賽 就是用一件事去吸引小朋友 就是說他要出一個跟動畫差不多的大小的場 但問題就是你 都是那些車不是小夢 那些車是走不了前的 應該是擺平地就動不了前的 你擺平地就算動到 那兩架車應該永遠都不會相交 那兩架車應該就在盤子中間做樣子 好像停了壞 像F1那些車炒完車 移了出沙地 就是兩架車停了不動的 像那些場面 兩架車停了不動的 或者互相直走碰過 自己各自轉一下 就不會有機會碰到對方 變成寶寶爬人大錯 爬過去那邊 乖啊 乖啊 寶寶爬過去那邊 所以我那時候也沒有去過那裡 我真的沒有去過那裡看過那場是怎樣 我不知道實際情況都是怎樣 不過我估計都是跟我想的差不多 都沒什麼人說過真的有玩 你也沒看到有人分享壞玩這輛車的經歷 基本上當然沒什麼人玩 我就沒見過實物 但當年的玩具是否漂亮 即是你當不可以 不玩了 你當收藏了 很肥 不行 有些車可以的 有些可以的 但普遍出的偏肥 所以就不算漂亮的 而且要做安全的事就是 長劍的東西不能太長 每次要很短的 還要很掘的 不然就怕小孩子會刺傷 所以那些車原本的設計是很像針形 很騎士 甲鑽是很佔的那一隻 不行的 下去車全部都做完肥了 所以連車仔來說 而且那時候的件分析也不太好 然後你靠貼貼紙就很快脫掉 變成不漂亮的東西 所以各方面都不太理想 結果都捱不了很久 他有出到第二輯 但那套第二輯也沒有理會 很多原因 因為到了悲慘的一個地步 就是找不到中文遺跡的第二輯 我後來很辛苦 終於讓我找到日文的遺跡 然後後面讓我看到有一行 這一套東西是在租諜鋪和租大鋪 你有機會看到 還有沒有DVD的 對 只是在VCD 好像是 都是BANDAI做的 BANDAI的 以BANDAI做到這樣真的很慘 最重要的是什麼 這套東西是否其中一個片劇 就是《鋼鐵魔理》 神輸啊 是啊 剛才有份一起修這個系列 是啊 鴨鴨鴨最後一根稻草就是關他事 原來我記得你好像看過的東西 說劇情真的很興奮 是 這個我稍後再說 要說回第一輯的劇情 所以可以說一些玩具的東西 不是 當年那些玩具好像也有一點神話 因為你後期看到 他播完第一輯之後 你永遠看到這些玩具是普來不開的 那一堆放在那裡賣的 但那些價錢上都是10元價的 基本上是好像半買半送你拿走 我不想嚇唬那間店鋪的感覺 大部份是死貨來的 因為有聽一些消息說 當年那件事是很明顯的 應該是因為 你也知道剛才說是BANDAI 有些人猜是代理要你買一些熱門貨 例如超合金 聖醫神話 那些買回來實散那塊的貨 正如香港那時候買PSP 什麼PS那些 都會不知道你買一些很熱門的機 那天你吃賺沒有那麼熱門的機 當年同樣的方法 像阿基玩具店買一堆熱門產品 是要逼你吃一堆激鬥戰爭的 是死貨 代理要用這些音質去逼你吃熱門貨 那些玩具店本住 我賣完那一堆貨真的賺 所以應該算算那塊錢 你當成本高了 所以那些賣十元雞賣幾元價 或者你買完東西我送給你 那就是想辦法散去 有些渣欄的那一個 那些車去到送都沒有人要的 我當年買過一架回來的 因為當年十元雞不知買到送 我好奇買一架回來玩 真的不過癮 真的很差 你放在桌面上動不了很噁心 我家裡也有幾架 現在我不知道是不是在讀 不如隨便 因為看第一輯的時候你喜歡 是的 因為動畫真的很好看 是的 那就說一下 剛才說的玩具產品我喜歡 但是這套東西其實都挺好看的 是的 那個故事其實就是講 男主角真理野康也 他是有一個很厲害的大哥叫瑜也 他是亞洲區比賽的冠軍 但是他準備出發賣向世界的時候 就因為交通意外就死了 那他弟弟 不是玩激動戰車而死的 大家不要亂了 不是玩交通意外而死的 這方面比較事實 這方面是很解釋的 是的 然後看也其實他本身是一個廢柴弟弟 就是想著我哥哥很厲害的 我哥哥很厲害的 而且會拿哥哥的名字去覺得自己很威風 那某一天他那個很小的玩激動戰車的車會 然後他本身有一個比較厲害的車手 叫做萬元智健 那算是他哥哥的徒弟 那這些突然間不做了 那他自己搞過 因為他很有錢的 另外自己搞過很大的車會出來 然後你不幫我們 我們沒有錢營運的 那你有了你就死了 你都是垃圾來的 然後萬元智健跟他說 然後看也不睡巢 又拿回他哥哥的車 Pellickson已經跟萬元智健打 打完之後呢 打完那一場沒有結果的 但是呢就激起了阿康也的鬥心 就想找齊 因為他本身整個車會只有他一個 那他就想找齊至少四個人 去參加比賽 想向萬元智健叫做報仇 證明自己車會的價值 是的 因為車會不只是說是哥哥以前在那裡 是的 小小想守住這件事 是的 結果中間又跌跌撞撞 因為那四個角色都很喜歡病的 各自都有各自的問題 譬如看也就要活在他哥哥的陰影之下 然後另外那幾個就有個叫什麼軟木撞人 說得很帥氣 就是又是火渡海 是的 其實是火渡海 現在這類角色 這類作品總要有過火渡海 是的 然後有天才 有天才 但是後來發覺原來是奢侈的 有個博士覺得自己為了贏做什麼都可以 然後有個就好像紀安 那時候還要是紀安配音 越要找紀安做配音 他就是玩什麼 他為什麼玩車 他本身是玩棒球 他玩一下玩傷了一隻手 就沒有人了 不上去玩了 那就變了玩車 因為扔車就越來越力了 當年扔車就不是我們就這樣扔車出來的 他扔車是真的扔到有了姿勢的 像投球一樣 投球一樣 好像主角扔車是旋轉的 轉轉的輛車 扔出去的 是的 那結果都是那些東西 地區賽 然後日本賽 然後世界賽 玩到最後又要再跟萬元智健打一次 然後就贏了 這樣就結束了 但是他好看的地方是因為主角跟他哥哥的關係 其實在裡面是 都很多描述的 例如他之後真的知道他哥哥為什麼會死 和宿迪偉智健那種關係 當然最後那一集他後來講到原來他為什麼會這麼關心 他跟他哥哥之間的勝負 或者是跟弟弟為什麼會這麼討厭他 那種東西是說得OK的 就是你不多不少總是幫對手要洗白一點點的 但是又 而同你預算的 不是反感那類的 還有 阿玉也是寫得不錯的 就是說他一開始小學雞 然後慢慢成長 但是他成長到他 譬如他找到他哥哥的必殺幾點出之後 他又自滿了 又覺得自己無人敵了 然後無敵到他 然後到了有一次 終於搞到他哥哥的車都散了 然後他才知道整個人崩潰了 然後又重新鎮作 接著又換車了是不是 對 換車 總要難 多數是 整個粉碎了 多數是中二病發作 然後就累過車爛了就很傷心 接著就把新車出來 實際上會 但新車其實都OK的 因為新車是個博士弄出來 他本身是給自己用的 覺得自己無敵 但是後來他為了康也 他是不用那輛車 結果他自己那場比賽輸了 他留這輛車給康也用 那叫做有些劇情 對 有些異血委的 還有這套東西 另一個好看的地方 就算你不管劇情 他戰鬥畫面是非常好看的 以當年的標準 那時候是用全3D的製作 就是初初那些動畫都是 就是拋車進去 你一拋車進去的牆後 就變成了3D畫面 就是整個足球場那麼大 然後車在裡面就有了火花 然後無緣無故就好像有AI 可以設置自形的走 然後還要在牆裡面有很多障礙 而且他的車去到某個時段 就會突然引擎就好像雷神開熱暖Turbo 對 開Boost Car 就發紅發金 然後就在那裡自己轉 出必殺技 用現代的例子就有時候你覺得好像開傳三一樣 對 甚至他直接有戰術 比如用一些障礙物的彈高車 把車炒在別人身上 對你現實沒可能做到的 是死了 還有那時候的3D是做得很漂亮 很漂亮 當年看我一放別人的車下去 我也覺得下面打得很爽 那些車超漂亮的 古麥林當年那種感覺 我覺得那些車這樣打法 其實是不是真的玩具合作呢 你也知道這玩具肯定是不合作的 你也知道這玩具肯定是不好玩的 但那套動畫真的很好看 他打那位置就好像在看機人打鬥一樣 你想想他 例如主角打很多時候都是 刃到他的場邊彈 然後他就用他的車劍凌空 插上去 還有劍梦卡 還有劍梦卡插上去車上 但是劍梦卡是做得漂亮的 劍梦卡 就算他不出什麼華光耀劍風 霸王長龍擊那些 本身他的戰鬥 他都花了很多時間在3D動畫上 所以你每一集看作為一個小孩 是真的好看的 是 他整個製作都是頗精良的 是 都看到新話的時候還有點心思的 是 還有John Potter的這首歌真的到現在還很厲害 是長名的那套東西 是 因為那套東西 嚴格來說好像在一零年前其實已經收了一攤 就是整個系列收了接了 現在不用再知道有人玩衣車 當然沒有人玩 但其實他在10年左右 John Potter有時候還會唱這首歌 所以這套東西收了皮 整個系列接了 這首歌也是會繼續長傳下去的 是長過這個系列的 沒錯 加上他本身對戰的場口 他都做得刺激的 他不會說 他至少 他都是最後一集到六十多集才出華光耀健鋒 真的變成兩隻勝手在打 最後那一集才出這件事 之前那些打的位置 真的你看到那些車子在碰撞一下 真的是緊張的 結果在那些結局才出現兩隻東西 不是物理作物理我 是可以的 結果是做這些東西 最有趣的是他懶得有伏筆 華光耀健鋒經常有把劍撞開 你想想這把劍是要來做什麼 但是到最後就要告訴你 原來是召喚聖修的時候 那些東西是會把劍撞出萬月治建的那條龍 那就把劍撞掉了 是復事來的 我也是OK的 有一個租套的 但其實你現在回到對象連營場 這件事是帥的 加上他那時候真的出必殺的 那時候童年有一半 我當他真的是機人翻看 我也說機人翻看 他也是用劍王霸王長龍擊 然後就真的有一條龍出來 但問題就是 因為當年一群年輕人 基本上大多數都是當機人翻看 所以玩具拉就糟糕了 因為玩具拉就不想當機人翻看 是來小朋友都明白 我看到那件事根本沒可能買那輛玩具車 沒有小孩會說那輛車真的做過這件事 我現在前幾天看第一集 我真的發覺我套多了租 例如他第一次放車在那裡 就已經設置前進行 那輛不是AI車 還有引擎都是小小的引擎 然後他會轉動 然後就自己自轉 他搞定是自轉 在場面有自轉 然後就出必殺技 現在看是非常多套租點 但你問就算有套租點 其實這堆車是漂亮的 但問題是他那些玩具做不回那種感覺 所以就算買回來當是模型車 其實你說當車不一定要落場玩 回來只存 數好多年前 高智仁方程式其實是一樣的 當年就出機回憶車仔 機回憶車仔 你不會真的要在回憶車鬥撞 其實回憶車的波箱 大家都是無聊 小小子而已 但當年的車 你對回現在的Mega House 那些當然不行 但你如果說小小價 幾十元 可能二十多元 三十元價買回來砌 砌完當年你玩 新調直輝的士巴里昂 很好玩 因為這架車本身英俊 模型又做了那個樣子 你又可以推升壓鍋上來 推翼 升壓鍋爆發 你會說好玩 但一架戰車是沒有的 那架車上面沒有東西變的 好像有些在上面可以推過一範 但那些你不當是當年玩高智仁方程式 鍵的 升壓鍋等等 小孩子拿著車要極度老保才能 可以老保的這架是很多東西玩 所以就欠了這個位置 你真的做不到動畫中很動能的感覺 你真的不可能做到 因為它真的太誇張 除非你真的出遙控車 遙控車真的有些機會 其實如果當年我自己亂猜 如果他不是出那種要裝得很競技很陀螺 他照樣做這個動畫 他把這架車當作玩具車賣 不就是玩具車的意思就是 模型車 模型車這樣賣 當作是高達模型去賣 模型車做得英俊 再丟得英俊一點 你可能當作是模型車去賣 就不是當作是一架可以撞的車 不是競技用的 是收藏用和擺靚用的 或者自己當作小孩子玩具玩的 你不可能加一些新枝炮出來 新把劍出來 你加一些變形的東西 其實我可能這個系列沒有那麼早收皮 但他就選擇了又要吃爆船陀螺 又要吃四驅車 又要改車又要下去的盤狀 那就是注定靈的東西 我覺得他就是走錯路 然後他是有推出過一套劇場版的 那套劇場版真的變成了爆船陀螺 要找一些傳說中的拍視 勇者聖劍要裝在霹靂火鳳王的頭上 就是KO那個邪惡的車手 結果做到第二輯就更加糟糕了 其實我現在冷靜點想起 應該不是純粹是江媽的問題 沒關係 整個系列已經靈了 江媽有份送他一下而已 首先畫風變得更加簡陋 他還要在這麼簡陋的畫風之下 都可以不停地崩畫 這個是我在友善留下來殘存的記憶 因為我是找不到這套劇來看 找不到黑歷斯也是一個這樣的地步 然後還要是他本身那個應該是康也 但是他變成了肥仔大叔 然後偶爾就說扮了什麼霹靂火鳳凰盒 就拿著霹靂火鳳凰盒 幫人坐牆庫約幫小朋友 就說英俊 你幹嘛弄壞人的車 讓我幫你出頭 就是完全變成了利特族 他是做賣零件的店舖 好一點好一點 然後車就變成了給了男主角 有個男主角後來又要找一輛新車 首先就厲害了 他用木丟了一輛車 然後因為他對極鬥戰車的熱情 成功他的車變成了一輛真車 什麼 我想問這是聖經故事 這些已經是超級系列的 已經是 超級系列也沒那麼離譜 是比康也那一輛 我的霹靂火鳳凰的白色 然後扔出去變成了彩色 更加過分 變成了真車 混蛋 那時候Bandai就去吵架他 混蛋過了 我這麼木丟沒有人買我的車 然後後來又玩到天衣無縫之極限 又玩到主角消失了 然後後來又出現了 總之我不能記得 我那些具體的劇情忘記了 總之我記得就是很難昂舊 我連小時候都覺得不好看 但是那些戰鬥畫面都不好看 不好看 但是最慘的就是本來主角那輛車是很漂亮的 屌你 但是後面其他車好像也不行 後面都出得很噁心 只是主角加好一點 只有主角那輛好一點 結果 那個方面就沒有Jank Project加持 所以就默默地收 哇真是 最慘的是現在找不回 真的找不回 日本那次有什麼超神雷登的作品 是被譽為神一般的 不是傳說級存在的 一隻狗韻到連帶的隨時未必找得到的東西 這套東西是近的那種程度 最多是在YouTube找回OP 其實你連裡面的內容那些剪輯都找不到 因為沒有東西剪出來 剪不到 你劇鬥剪了第一輯 你剪回華光耀劍峰那一幕都可以 你後面有什麼剪 你剪了康架出來 好像剛才所說的曹強庫若這個盒 剪來也沒有用 所以這個慘了是Double Fail 第一輯叫做動畫做得好 可以吊鹽水繼續下 而下到第二輯的玩具是你本身不是可以的 你再加進去的動畫又撲在街上 雙重撲街的時候你就摺了 是啊 撲到金一金 這樣但是雖然激鬥戰車這個品牌 經歷了兩季之後 就徹底死亡了 但是呢 似乎那些玩具公司對於他這個玩具形式是沒有死心的 你想想哪一間的 這樣 是咯 變成 他不玩到去到一個崩也賺不到 他也不會放棄 要他死到不能再復活才放棄 其實我後來又看回原來曾經以兩種形式是翻山過兩次 復活過兩次我也不知道 是啊 那我們不是日本的 可能有些日本比較紅的 我們不知道而已 我又看回一些短片 其實也有些人都挺有心玩的 是一眾粉絲 但是可能更加小眾 所以支持不起市場 那第一輪是什麼呢 這個真的鼓勵不到 就是SD三國轉 蛤 我有點印象 除了出模型之外 他也有出過一些車 那些車就是 後面就是那些很簡陋的樣子 但是前面就是把SD高達放在車頭上 然後就把刀放出來 他當是騎上戰車的 我想問他在故事裏面都是apply 沒有 那真的是廢物理用 我記得有些類似戰車的 在SC三國轉出現過 但是那隻樣子 但就不是那隻樣子 肯定不是的 他好像真的馬那些 我以為好像袋拍 你天肉海也不是那樣子 諸葛孔明那些什麼 什麼 他最後是Nieu根 萬獲點獎也不是這樣,所以我就很認真地跟聽眾說,如果你們在香港曾經真的見過有人玩的,你跟我說一聲 我是見過在玩具店出現,我見過玩具店出現,但我真的沒見過有人玩 我見過很多人是很迷SC三角轉型模型,因為那些模型真的做得很棒,設計得好的很多 第一輪那些是很棒的,之後會添食,但那些模型也有很多人存在齊款,存在整個Display架很漂亮的 但我好像是沒見過人買那盒東西,回去放進Display架 他那把刀是一大塊膠 我見過那些馬兵仔的人買回來,什麼都買齊,就只是唯獨沒見過人買這隻東西回去放 所以聽眾們,如果你真的見過有人玩的,麻煩你跟我說一聲,我很想知道究竟是怎樣的 如果有聽眾你是說我自己親身玩過,不用害羞直接說就行 如果他是把高達或人的身體放在車上,他會不會打都不會用這種形態來打 那都是鎚來鎚去的,有輛車鎚來鎚去,不過上面多兩個人去指揮一下 那很奇怪 如果有個時刻是兩隻武將跌了下去,然後兩輛車都吹吹吹吹吹撞,好像埋屍一樣,挺好笑的 除非你設一個規矩是上面的武將跌了下來就當輸了,那是騎馬尖 那就是有些競技成份,但很明顯沒有了 但在設計方面他也沒有特別奇葩,只不過是把一些人物放在當中 當然是做的不漂亮,我看過後面的公仔是沒什麼問題的,車差一點 這個是第一輪所謂復活計劃,即是復活的野望,當然應該是失敗寇衆 然後還有一輪 第二輪,第二輪不是你跟我說的嗎 我跟你說? 是啊,你後來傳影片給我說原來有的 好像是你傳給我說的 是你傳給我的 我傳給我的 為什麼變成我們另一個節目是這樣的 為什麼馬德拉後影,怎麼會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 好像有些印象,我給你的,我以為你給我的 是啊 好像我上網見人說 是啊,後來就發覺原來 今年正正就是2018年 原來就推出了這個新的玩具系列 就是這個叫什麼Break Go 就是什麼Break Gwunar 那叫做Gwunar 其實沒有動畫,沒有什麼的 其實他推出了一條短動畫的推銷玩具用的PV 那之後就推出了一些玩具 那雖然他的名字叫做Gwunar 但是他整套東西一看就知道根本就源自於激鬥戰車系列 當然 那連拍片銷售玩具那些都是 直接拿著Pelixen出來跟新車對 看看哪些比較厲害 那名字不同了 但是你明知道都是他想做族 就是系列延續下去 你看到設計是有些不同的 但是基本概念是一模一樣的 都是找一輛車推來推去 他前端有一些武器 或者他有一些設計是真的用來對戰用的 那你很明顯看到他也是想 嘗試去買一些新玩具 看看能否找一筆水 是的 但是這樣說 其實他設計到 我看到他有心機想改善之前出現的問題 就是 不是說那些車很容易 就是互撞十勢都沒有結果 那譬如 現在那些車的武器 他會刻意設計到 可能用來整反了別人的車 或者是他有一些 譬如主角那輛轟牙 就是有三支叉在前面轉轉轉 就是讓人的那些長判型武器卡中那些縫位 然後它一下地轉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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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他們可能 他們的車尾 以前那輛車的開關很高 他現在設在車底 就容易些 可能一會突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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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動 突然突然出動一下 突然打噴了那顆鈕 就關掉你的車就當了輸辣 那叫做 他嘗試想讓這個 就是這個不容易發生僵詞的狀態 之前我們剛才說笑 兩隻塔蟲撞了一個不動的 現在又想多些方法去決勝負 當然比賽又有多些不同情況出現 還有看這輛車沒有以前那麼臉腫 可能他都輕量化 等你撞起來的時候 車容易反一點 決勝負也容易一點 車身扁很多 總之令整件事沒有那麼大狗 沒有那麼類罪 但問題是好像上網見過別人的試片 試試拿車去打的 心哥也看過不少了 你自己有什麼感想呢 車的設計真的不敢公開 在玩法方面就大大改良改善一下 但車的外形方面就徹底大倒退 我想起有一個完全不關事的IP 就是一個Mag Max 即是末日那些 我覺得那些車的設計好像那些 爛銅爛鐵地砌回來的 很不開心的 因為以前是Plexon鷹 現在那輛垃圾車 它就跟你說 垃圾車都撞得贏了Plexon鷹 不不不 這種由下而上打上去的精神是很棒的 如果我駕Plexon鷹 我會以後棄了一條黑不再玩 我那輛Plexon鷹已經輸給你一個垃圾車 剛才琛哥給我們一些影片看 其中一輛 那輛真的好像那些沒勢型的車 前面有兩個鏟子 就是專門鏟尼的車已經放在它 就像那些鏟泥車一樣 因為有駕駛就轉一下轉一下 不知好像人家那些積車 好像積車要積起人家的東西 然後放在二樓的工程用的那些車 啊 積貨那些 搬貨用的那些 即是碼頭GTA有任務要用的那些車 積起貨升高去塞進貨車那些 問題是 我也知道是公用上可能有用的 尿得起人的車 但是我以前玩Plexon鷹 我現在比較積車 你是不買一隻車 你可以選垃圾車 即是我只能夠 事實上很絕望 我只能夠用這個惡搞版的白雪公主那句話來形容 真是很醜 很醜 不如我用那一句回應下去 我不可以扔去學山了 真的扔去學山 真的想 他現在設計就這麼說 漂亮是沒用的 我們要從實用方向去思考 那他有沒有想一件事是車又帥仔 接著又有實用 你織車的位置都可以的 即是經常織著有鉗 你不就把鉗弄成像是甲蟲那些 上面扮成甲蟲樣子 你設計上有個功夫可以做 我自然覺得是 根本隨時設計那邊都不是給很多人手去搞 可能也有時間收拾幾福樂壽去叫他幫忙 隨便我拿這車出來的款式很隨便 因為那輛 譬如叫做主角車 叫做轟牙 那輛已經是最帥的那輛 那輛放在以前那輛那輛 都是中油的 我只要說的 OK啦 但 譬如剛才說的那輛橙泥車 真是一輛長條形的東西 然後就有那個橙泥那塊板在頭上 真的很簡陋 整個樣子真的不行 真的不行 太實用了 真的 不是這樣的 實用過頭 小朋友不是純粹要追求實用的 而且那輛車現在是用來打架的 不是在貨櫃碼頭用的 我覺得這些是真的出事 但那個系列就不知道 話說2018年就開始出一些新的產品 直到我現在錄音 都大概三四月這個時間 在香港也不怎麼看過鐘影的 不知道我是沒有留心看過什麼 應該還沒有 因為它也是年頭的事 我覺得香港就算翻貨也未必這麼早 你說行貨敢不敢再回去呢 但我另一方面想問 其實我們都說了很多 例如激鬥戰車 或者其他這集所說的玩具 但其實 激鬥戰車有沒有出過遊戲的 好像有 應該是有 好像是NDS那些見過的 但不知道是怎麼玩 我好像還沒玩過 整個都整個車下去撩撩撩撩撩 因為比起陀螺 我覺得激鬥戰車如果你出遊戲 反而還可以玩 當然現在你不知道有沒有人 沒有人用心去搞手提遊戲 甚至是手機遊戲 真的騙錢玩手機遊戲 但也沒有人搞這些 是的 二阿鎮 不知道 但如果你說現在的玩具箱的代理 除非被日版強迫你吃貨而已 否則你給我做代理 我也未必夠敢回這集貨回來 以前大佬玩到要 幸好不是聖醫神話機 強行要人家吃一箱這些都市傳說都聽過 以前要逼人家吃貨 以前我要逼人家吃貨 你現在還要我回這集貨回來 我又要逼人家吃貨嗎 不要搞了 大佬 不要逼我了 玩具箱的惡夢 可能差不多幾個玩具箱 你又說你再逼我吃貨擊鬥戰車 我那匹的神益是千福的 可能已經變成他們業界的一個註咒 以後看到這些類似形狀的東西 不要入貨 誰跟我說擊鬥戰車 我殺誰 不是的 你想想Bandai 其實可能要你吃 除非日版逼香港代理吃貨 如果不是你給我代理 我就說 啊 有一張擊鬥戰車單嗎 然後丟進去 摸摸摸摸 沒見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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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有沒有人見過 有的 傢伙不用上班 再說一下有個致命 那個致命的問題在於什麼呢 就是陀螺樣子不好 但你拿陀螺打的時候 陀螺正在轉著 轉著有時候你拉的花正 轉著地圖顏色不同 彩虹七色 挺漂亮的 就不太覺眼 但你的車真的就這樣走來走去撞 你就會長期 還要你知道那場比賽可以很久的 長期看著那狗屈的車在互撞 有時好像打MMA 打索記 然後我就看著車看著看著 啊 我這輛車真的很壞 而且我最近上網看影片看到有些人說陀螺一弄到是一撞就散 這東西除了將陀螺的可變性和組裝性加強之外 玩的方面視覺效果也比較好 但戰車是不行的 你又不能設計到一撞就散,一撞就散又很難設計到很帥 而另一方面好像我們剛才所說的 僵持的狀態是一件很差的 你無緣無故看到一輛車自己撞在牆壁然後反途 你一輛車自己不知道在做什麼 那視覺上是... 你反了途還叫做可以分勝負 你沒有反途兩輛堆在那裡 甚至現在新車有很多措施想令到減少發生 但也是會發生的 因為我們看了一些視頻的人拿新車去試 某些時刻可能正面有一個跡可以跡起人家 但其實說有一個跡或是橙板 人家對面的車始終有摩托等等 都不是你說叫起叫起那麼輕的 然後兩輛可能叫來叫來叫不到 怕最大話是斜斜的 又不是真的會撞到但又側側地推到 要兩邊一起就吹牆 有些情況下你又不知道在玩什麼 即是他本質上的缺陷始終都是很難解決的 即是可能那些小孩子玩一下會 嗯... 即是看到車子吐了幾分鐘在那邊動 不如我們收起一盆東西玩陀螺 可能會這樣 不奇怪 本質上已經沒有辦法 那這套也差不多 其實本來我打算講這三套 但大王提出有一套他想講的 有一套是... 我真的沒有接觸過這套 這套我會接觸到它是因為當年的親戚關係 即是親戚比較小的 那時候可能有些親戚玩的 有看什麼事情 或者帶一些親戚去玩具店 他們說要買 可能有買一些玩具給他們玩的 那我已經喜歡玩具 當然要研究一下什麼事情 就是這個被譽為一個男人聽到 會覺得最痛的一套動畫作品名 就是爆丸 男人老狗爆丸真的很嚴重 那這個爆丸其實... 怎麼說呢 首先說一下它那個玩具是什麼 其實那個玩具設計是有點心思的 我查看資料好像是原來是世家搞的 因為我看到那些玩具是寫Sega Toys的 所以應該是世家搞的玩具系列來的 試試一下 它就是所謂設計什麼卡 設計什麼雜援卡 其實是磁石卡 然後它就一顆爆丸進去就說 一一顆爆丸進去 它原本就好像牛丸的東西 但當它是磁石卡 一放那顆磁石就有一個機關一拔那顆丸就會爆開 變成那隻怪獸 或者可能變成一條龍 變成一隻什麼巨人 那些什麼 但是當年一滾下去會爆開那一刻 其實事情是有趣的 所以那時候那個小孩覺得這個玩具 個人會去買 還有其實聽上去的技術是好的 你這樣玩 雖然我不知道成本會不會很高 那你有一張卡 然後你又看到真的可以變形出來 那對戰是真的 它也是對戰 最初是對戰的 最初是真的好像遊戲 最初是對戰的 最初是 寫了一些雜援卡 這套東西有一個很有趣的 就是當我們這陣的時候 接觸已經大了一點 我們這個年紀的人 去問這套東西的規則怎麼玩 那些小孩是會教你的 但是基本上我這個年紀的人 是不會有人真的明白這遊戲是怎麼玩的 我不明白 那時候我問這些表弟妹 我問他們 其實你可不可以解釋一下給我聽 是怎麼玩的 他解釋給我 那些東西放開了 然後就會發動你的戰鬥能力 那些東西就會減少P 然後不知道怎麼打 他又不是說 一打下去遊戲王 你一推過去那邊就死了 是的 但是你現在沒有那麼多顆 然後又不知道減個HB扣扣扣扣 扣到他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死 那我又抓不到 那他扣過什麼時候才死 那條數是怎麼計算的 扣過什麼時候不用死 我都覺得遊戲王 我計不明白 現在的遊戲王已經夠難計算的 那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當年看最初輯數的那些靠空片 他就說戰鬥能力發動 不知道什麼差事 閃電 電句面 他就看著對面那隻東西的攻擊力 不能掉 那些攻擊力不停掉 搞自己沒有攻擊力 但是下次無法打過去 他就死了 那我就不明白 那理論上 如果你之前的HP 攻擊力高過他 那你一打過去好像是王規則 那我三千一 你三千 那我打過去就死 然後你那個人就扣一百 他又不是 打下去無法扣他去攻擊 扣一扣一扣一扣 扣一扣一扣一扣 扣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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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 我打不到何時死 何時不死 那幫人簡直是 因為我有一些同學是有買來玩的 有些童真 中學的時候 那我簡直看完我不明白 我簡直走到官網 我在官方網站找規則 我看完之後 就是怎樣 都是不明白 是啊 他怕不到 真的很神奇 你真的不是很粉絲 很沈迷在其中 你是完全不明白規則 這件事是很神奇的 即是他設計一個 設計Rulesy是非常失敗 你沒有理由 即是他當然 我覺得是一種魔法 我不知道為什麼可以切對稿 有一班人都明白 玩到還告訴我怎麼玩 但我聽不明白 神奇 很奇妙 我沒試過有一隻小孩回來玩具 即是他也是一套對戰系的動畫 是的 但他攝石總之是彈開一隻獸 不知道怎樣設計幾張卡 幾隻獸打來打去 而卡空片 我沒記錯第一輯的時候 因為他好像星期六日那些做的 我那時候星期六日常常不出門 就在家裡有時候開電視看 好像他的動畫第一輯 我不太記得大概是劇情 因為我不是粉絲 有看一下 就好像最初說 這些東西是從天而降 外星生物的過來 這些小孩拿了之後 就拿來當作玩具 就去對戰 主角那條龍 就不知叫做獨角巨龍 後期的名字不斷加上去 因為是四輯的 後期就叫做爆熱鹽基因獨角巨龍 然後名字越加越長 我沒想到沒有人記得那些名字 總之有那條巨龍過來 和主角一起打 然後奸角出來 奸角設置一張集門卡 不知道是死亡之卡還是怎樣的 總之打死了的爆熱鹽 那張卡真的會吸勾了你的爆熱鹽 現在爆熱真的沒有了 然後就說那隻爆熱真的死了 他真的死歸了 這樣跟你說 所以就要對付這個奸角 又不知他怎樣 就說爆熱鹽基因獨角的 是屬於我的小孩的 我們不容許人破壞我們 我們要開心玩爆熱鹽 所以要搞定這些 用來搞亂當的小孩 總之搞了一頓事之後 主角那邊贏了 奸角又收了當 不知道有哪些人消失了什麼 這是第一輯的故事 很正常 很正常 你一本小孩都會這樣做 那隻東西是有神力的 那隻東西是生命的 你說到有這些東西是OK的 但其實我今天很想說爆熱鹽 因為我覺得爆熱鹽 是今天說這麼多的作品裡面 最奇葩的一套 為什麼呢 出了什麼事呢 剛才說這麼多一套 他是想銷售這隻玩具 所以裡面的主角會不斷玩這隻玩具 用裡面的路線去玩 好像爆船陀螺 你估物論後期去到放聖壽之類的事情 你都是要解決任何事 大家那天要去陀螺場 就在這裡打敗 你跟奸角說一句生死決斷 都是要說好 我一定要打敗你 我一定要阻止你 大家那天立刻很滑契 大家立刻拿出陀螺的東西出來打敗 然後去到擊救戰車 最後決戰 大家就把我的車丟出去 但其實爆軟第一輯更好地地 第二輯中後段 就沒有再理會什麼閘門卡 沒有規則 沒有什麼HP 那遊戲王也差不多 那遊戲王是不是會玩遊戲 有時候會 他是違反規則 那城之內 穿到甲都是用卡 至少遊戲王 你跟奸角的生死決斷都是鬥卡 你用卡的規則 你用卡的場面打贏他 是啊 爆軟第二輯 為什麼那時候我會有看 我還有記憶呢 因為那時候第一輯 我是有時電視開的 我就無聊旺下 到第二輯 中後段 我是開始追這套作品 我是追漢 每天開電視 我做了 我做爆軟了 但那時候我長大了 為什麼我每天會坐正正看呢 因為第二輯爆軟 中後段 是沒有再理過任何遊戲規則 哈哈哈哈 那不是應該不好看嗎 你跟奸角去對決 就是你把爆軟出來 爆軟爆了 就變成邪惡巨龍 邪惡窩龍出來 然後對方就再召喚了那隻龍出來 然後他們發動戰鬥能力 就直接把那隻龍告 基本上是有回合制 但那不用你回合 那邊就叫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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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 叫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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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 把他們都樣放出去,流到宇宙 manifest隙子 變成什麼巨人,巨龍,豐之使者 所以全班就變成了艦隊戰的一種像戰艦帶 機關槍上升 bananas,然後有沒有避開,飛海照 變成臉渣片和高達,全部都沒有理過玩爆員的規則 不用遊玩爆員,變成臉渣片和機人幻 是沒有你的規則的 但有時候他沒有規則不夠打 然後再拆一塊東西出來 召喚用那支炮去射 然後對面他玩一個合體系統 對面那個皇帝每次出來清他的牆 就是說好 現在我要召喚我的萬步龍獸出來 然後召喚完 他那支炮經常是重高達的 都是射的 然後玩到他的戰爛後期 攻入戰爛以前不是的 然後進去之後才打爆炎戰爛 不是 他玩到邪惡魔龍 用你的那支炮砲射過去 然後射碰 射了那支炮有一個洞 然後敵著 說好我衝進去 然後整隻高達衝進去 如果裡面有人出來守 他就會推開戰爛能力 基本上完全不是玩爆炎 他們純粹是有一顆叫爆炎 只要爆開了這顆炎之後 他就有機械人用 而機械人跟對面的機械人生死亦斷 所以後期為什麼我追看這個東西 都是很好看的 因為他不再玩爆炎 他們不是玩玩遊戲 他們不是玩遊戲在打仗 你只能覺得就算有角色死是很正常的 但是沒有 因為好像有些差點領便當出來說沒事的 你只能覺得這套東西死人很正常 這套是高達來的 高達會死人是很正常的事 只要打個越打越激情 我會看這次他們好像要合體再打 能力受消除 有些炮咳來咳去 打到場面挺好看的 這套不是作畫很高 但這套作畫是 你就覺得好看 所以這套中後段 我為甚麼形象是奇葩呢 就是它是一套銷售這套遊戲的作品 但這套作品為甚麼這麼好看 因為它不再玩這套 他放棄了作為玩這套遊戲作品的自尊 可能有點難明白 但我舉個例子 你知道每次都是賭神的 如果有一輯賭神 去過中間人之間 我們就不賭屁了 現在大家耍龜波氣功 一場氣功 震死對面算了 以武俠片來說 你也挺好看的 但為甚麼這套東西叫得好神呢 你有這個feel的 但這套東西是 你正常有個feel 他們是不是沒有了巧捨 還是製作組已經放棄了 不知道啊 感覺就好像你遊戲王 但他不是玩卡牌 然後跟他玩格鬥 是真人格鬥 是真人格鬥 或者你召喚了黑魔術士出來 然後黑魔術士從對面真的打 你不要管什麼生命值 HP 不用管這些東西 你不用管什麼 你總之打過去 所以它的東西變得很好看 但現在它推銷玩具 推銷這套遊戲作品來說 是完全失敗的 因為它是沒有玩過這套遊戲 中後轉 但以動畫的來講 又很好看 所以我形容在《兒童花面》是一套奇葩 那它之後也有再推銷的 還有兩輯出 但它是不是也是這樣 好像有時候玩遊戲 有時候玩遊戲 但它玩到之後的輯數我就沒有再追 但我時開電視在那裡 隨時是主角那群人不知道怎麼走 那真人的臉就召喚一隻爆眼出來 不然就斬炸槍射救他們 所以我就覺得《兒童花面》是耳機人回來的 所以我想知道製作組的心目歷程 當時發生過什麼事 我自己的感覺是 他們是不是做爆眼二人做一做一做 因為看出預算是斬炸得很緊 是否連他們自己也開始不太懂得到 遊戲應該怎麼玩 可能一來就想不到遊戲可以怎麼扭下去 因為玩法是太單調 你根本就想不到遊戲王 我現在想不到遊戲可以玩 玩了兩輯 那就算了 還有這些預算是越來越沒有 因為第二輯那時候的OPE 是第一輯的OPE 是Ending 2 他拿那兩首歌 用了第二輯 用完那一集 然後隨時隨便剪片 就當作是 所以看出很不夠錢 我剛才有感覺是在想 是不是製作組那時候 錢也被人剪掉 有辦法又不好 所以他出來 夠做一套 幫人家說算了 你不用做了 你下班了 我想他不是想做這個效果 但已經整整一下做了 那些年輕人說好看 算了加單 做第三輯 任你怎麼玩 你喜歡 所以 是一個奇葩來的 就是他做不到他的功能 但他做了一個好動畫出來 是 而他做的好動畫就是 因為他放棄了原本他應該要做事 放棄原則 放棄原則 所以就做了 其實 很臭屁 但以動畫來說 我不知道 所以我評不到他 是不是成功 但如果是這樣 他賣玩具 是不是賣得好不好 到最後還蠻好賣 因為剛才不是說 他玩過五條 他第二輯來玩到 當年有什麼五條龍 合埋一條龍 或者那些爆魚一粒一粒 可以合一隻大東西出來 當年好像在小孩子之間 是一盒他們很想要的玩具 那時候我跟表弟一樣走 他們很想要的玩具 但基本上 出到這隻合體龍的時候 就不用理遊戲規則 已經是 是解決不了我遊戲規則 要怎樣可行 可行 他執行不了 我記憶中那時候 那些小朋友 買那一盒玩具 合體龍回去 他們沒有再玩過 爆眼對戰 他們當了 收藏用 當了那隻高達模型 所以我剛才在想 你激鬥戰車門 會不會當初不走什麼競技路線 當是高達模型 出那些車的 可能像爆炎這一站 你還捱到一陣子 就不用死 但是爆炎這個 可以再提及一件事 為什麼我說這件事 是一個奇葩呢 他還有另一件事更加奇葩 就是這套玩具 你知道是一個銷玩具的作品 在香港播放 其實那些玩具正常是跟著同步 一起出 或者很少出了玩具 然後馬上有動畫接著 很奇葩地這套作品 他播了一個動畫 開始播的時候 香港是沒有任何正版行貨玩具買到的 是啊 我沒有見過 很久都沒有見過 沒有正版玩具 很久之後才看到有的 差不多那套東西 播完第一輯 才開始有香港行貨代理正版玩具出 是 而那你找不到 作品那時候也說那些小朋友喜歡 那他們怎麼買玩具玩呢 全部翻版玩具 是先過所有行貨的正版玩具買的 香港為什麼這麼可悲 當年你是買 那些小朋友是買不到正版玩具 只是買到翻版玩具 所以你是完全在想這套東西做什麼 有些懷疑是 但是買回來的時候 從來沒有想過這套東西會紅得起 隨便塞一下時間算是 為什麼那些小朋友想玩啊 但如果是這樣 就不會有那些翻版玩具留在香港 那就是 所以這件事 解釋不了 這件事是解釋不了 因為那時候一出播那套東西 有玩具賣 就全部是那些報紙檔 或者那些文具店 有一箱的垃圾丟在那裡 特別是十元隻 全部翻版玩具給你選 但是就沒有行貨賣的 沒有正版賣的 而電視就在播貨 那些小朋友買完卡通票 我開心就是問他買翻版 因為沒有正版選擇 我從小到大沒見過他作品是這樣的 很奇怪 很奇怪 所以這套東西是一連串奇巴的移成 而更加奇巴是 這樣的預算 他不是玩具就好像一般般 可能是第二輯幾乎好賣 我就捱過四輯 所以一連串的迷成 我不知道日本是不是 日本真的有些小朋友 真的喜歡看這類型的東西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是我們這種年紀 我覺得OK 不算爆旋徒 最長命是他 是啊 四輯 其實他玩了四輯 你以一個這樣的預算 和一個完全不是玩這遊戲的動畫 來計算他捱了四輯 奇蹟 奇蹟 所以這個我形容是一個 我也不知道什麼事的一個個案 就是一個很有趣的案 一個非常特殊的例子 而且老實實 因為開這集節目 我將回到爆遠第二輯尾的幾集來看 我到現在還打得很好看 好像看勇者片一樣 但完全沒有玩過遊戲 所以真的很有趣 是的 都講完四套東西 都叫做回憶下我們有玩 或者我們見過人玩的一些回憶 但其實這裡還給多一點時間 我想再談一個問題 其實這些擺明就是 這些作品 剛才談完都知道 喂 擺明是騙我買玩具 除了這個志徒之外 他沒有什麼其他意圖 但是這件事情 以我之前經常都講 我吵拉打那些情況 就是因為他沒有照顧過小孩的心理 我記得你們台經常有講過 就是做小孩生意做子宮向就不代表欺騙小孩 是不同的 但是這些作品 我又覺得沒什麼問題 OK的 好看的 《激鬥戰車》一定覺得是最好看的 《爆炎》也沒有看過 《爆炎》下面真的很好看 真的非常好看 搖搖他那時候的動畫質素其實是OK的 而陀螺呢 雖然我們剛才是說 很誇張 但是你看卡通 那時候的移動 我覺得沒什麼問題 你不說得很差 純粹我不喜歡看的那只可以說 因為後來我想了一段時間 為什麼我會覺得沒問題 是不是純粹因為童年的問題 但是後來我想了一段時間 其實不是的 因為我覺得 給小孩看的作品是有兩種作品 一種是真的有教育 有啟蒙意義的 例如《多啦A夢》那些 《多啦A夢》那些 《小丸子》那些 我覺得最高水準的就是 《小魔女道 永美》 《數碼暴露01》 都是很有啟發性的 但是另外還有一種就是 滿足小朋友的幻想 那譬如《充米小精靈》 就是你FF自己可以 不用讀書 就帶著一隻充米小精靈 可以四處去冒險去旅行 其實是 是開心的 是有一個很好的夢想的空間 這些也是的 你以為你自己 其實應該是在做一些很普通的事情 但是你玩一下可以玩到一些很夢幻的情況出現 玩玩具 玩到可以打世界賽 還可以成為世界的焦點 你小時候當然說Fantasy很棒 這幾套 例如《搖搖》 《陀螺》和《戰車》 都是由日本地區賽 打到世界賽 再打什麼世界冠軍 都是這類的攻勢 那不夠爆丸極就爆丸家各戰 就是他想 當然其中一種目的就是要騙你去買玩具 因為你買這件東西 你努力就有機會做世界冠軍 競技冠軍 但是另一方面 也是很適合小朋友去幻想 他也沒有 他裡面除了那些 玩到死了火盜海這些 但其實他也沒有什麼不良的意識 很穩陣 甚至乎 他沒有 我之前說過 有些不好的兒童翻 就是他沒有細心留意過 他那個角色如果這樣寫 是會帶給小朋友一些不好的價值觀 但是這些 雖然是很冷靠 是亂來 但是同時你又會發覺其實他沒有去 他反而在寫的時候寫得很小心 他沒有寫到一些很不良的意識在裡面 最多是那些角色沒有性格 是 但是 那些角色 你頂到盡就是尖巴衣包 可以整天不上學 唯一不良就是這個 其實現在的東西沒有什麼 他寫到那些主角群是很單純的 單純喜歡那個東西 雖然 剛才都說他 是不是阿海 是不是阿海 還是誰 不停地背叛 但是其實他的性格很直線 是 也都不會說有些什麼 所謂黑暗的劇情 所以這些是給小朋友看 就是真的除了給他買玩具之外 娛樂一下都可以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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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些給小朋友看的作品 其實都很直線 告訴你 差不多 擺明是給你 我的target 真的是小朋友 我的target 不是打理大人那些市場 他不會有一樣東西 我不會裝這套有心度 我不會裝有心度 可能有些作品有些小範圍 可能有一點點意思 但他不是說我要裝得很有心度 要你大人那些看的都覺得很棒的 那問題是 現在有些可能你覺得 沒那麼好 又要騙小朋友的作品 他就是要裝得 我這個作品很有心度 是純粹小朋友看完之後 會想買我的產品 但是這套作品 我這套東西是可以的 我這套東西是很有質素的 他沒有裝這套東西 難聽說他沒有那麼虛偽的 這套作品是告訴你 我的產品是 相對有 有顧到他寫的時候的後果是怎樣 是 就是他不會令到小朋友 太過喜歡病 會弄到他們 你會有些 好像經常覺得自己主角的心態 不多不少有些 但是不至於是一個很不良的影響 任何這些作品 其實不多不少有些 是 就算看以前 講師這麼講 你看武俠片 可能前幾人追武俠小說 你那種感覺 經常覺得自己會不會就是主角 那種感覺都有 是 所以 當然 這四套東西叫做做得比較好 也有很多做得虛偽的例子 例如剛才講智商戰機那些 那玩到 玩到去 我記得有一輯 智商戰機解決國際問題 對 你想說Walls那集 對 怎樣無異戰爭 用智商戰機 原來這些國家之間 不想真的打仗 所以那幫小朋友 就代表不同國家勢力去打仗 這個國家如果那幫代表的小朋友 輸了 那個國家真的要全家產的了 就真的要被人管的了 類似這樣 日夜訪勃那些事情不好 為什麼我這麼不喜歡這傢伙 就是 就是剛才我講的一樣 他又要做小孩 但是他又要假裝到那套東西 很有深度 假裝到那套東西很有 我的故事很迂迴很曲子 很厲害的 假裝到那套東西很有價值 他要假裝這件事 那種虛偽我就不喜歡 是的 但是這些就完全沒有 沒有 我是哄小朋友開心的 沒有其他目的 所以相對大家就沒有這麼反感 大概是這樣 所以你爆丸打到宇宙 他真的 我的目標是小孩 現在奸國打 搞不贏那些主角打 他講到總之皇帝很有野心意去侵略那些 不是說了什麼 我要做什麼改變世界 改變政局 不會做這些事情 這些事情很直線 打得好像勇者片 感覺真的不同 那時候看出華光耀、劍鋒 對這個對手 整次不習慣 但是你都覺得他是爽的 你比起現在 始終那時候的質素好一點 真是有比例 你對現在的機人 或者相似 而是真的好看 好看一點的 是 所以還是有一句 就是應該 我可以再修正一下我那句話 給小朋友看 不代表欺騙小孩 下一句就是 就算真的欺騙小孩 麻煩給點誠意 還有不要那麼虛偽 不要那麼虛偽 就是這樣 就是這集的 應該是這集的結論 我們這集的意思 嘩 嘩 鬥得好 嘩 嘩 嘩 那我可以說 OK 今集來到這裡 很感謝大王和藍哥 其實這集都錄得很晚 聊得很開心 我也要說 多謝你們兩位 我們今集就來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跟大家說其他話題 我是這樣 拜拜 拜拜 拜拜